还行 你看视频却不订阅朕的频道 难道就不怕朕营运之下 砍了你吗 你快进来 奶奶他 咋了 出啥事了 你可不能有事啊 能 你挺住 我这就去套车 咱进城看大夫 瞎喊什么 我还有气呢 奶奶醒了 叶老大真是快被晴天这个大喘气给吓死了 没想到古大夫医术这么高明 这才刚吃了一碗药 娘就醒了 大哥 要不我再请古大夫过来看看 你再去请古大夫过来看看 不行咱们就进城去找大夫 好 大哥 我这就去 叶老四这才发现 三个嫂子都过来了 只有郭氏连队友都没有 古大夫到家还没多久 见叶老四又来了 怎么 你娘的情况又严重了不成 实在不行还是赶紧送她进城看病吧 古大夫 你开的药真是管用 这还不到半个时辰 人就醒了 不过醒了之后一直咳嗽 我大哥让我来请您再过去一趟 看看是继续吃之前的方子 还是该换个方子吃 这么快就醒了 子 我跟你过去看看 你也不必过于担心了 你娘既然这么快就能醒过来 说明病情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严重 不过你娘肺不好这个老毛病 也不是吃几副药就能除根的 还是得小心调养才行 行 您回头跟我们说怎么调养 我们全都照做就是了 只要对我娘身体好就行 你家兄弟几个的确孝顺 真是难得 你娘命好啊 古大夫 瞧您说的 这算什么难得的事 做儿女的不都该这样吗 我做大夫的 这些事见得多了 不孝子多了去啊 刘寡妇悄悄跟在了二人后面 看来这叶老太太是真要不行了 让你们回来跟我抢房子 这下好了 回头你们一家子 就得跟叶东霖家落的一样的下场 到那时候 这套房子还得回到我家手里头 古大夫耗完卖发现 叶老太太有了很大的好转 难道自己开的房子 就真的这么立竿见影 现在已经没什么大事了 最近小心不要着凉 可以吃点猪肺 百合 山药 木耳之类的 都是清肺养肺的 若是买点黄芪和贝母回来吃 也是有好处的 行 古大夫 只要对我娘的病有好处 您只管开药就是 我那边正好还有点 去年从京城买回来的上好黄芪 原本是为了给我那人配药用的 当时没吃完 还剩了一些 我家也还有些穿背膜 行 您有多少 我家都要了 什么就都要了 老大 你这什么急 先听人家古大夫把话说完 自家跟这个古大夫也不熟 万一被坑了可咋办 那你放心 只要对您的病有好处 这个钱我来出 大哥 娘看病的钱就该从家里总账上出 若是不够 我回头就去城里找活干 哪能让你自个儿出钱呢 叶三嫂文言账红了脸 家里如今除了老四两口子 就数他们两口子最穷了 娘 大哥二哥 你们放心 我跟老三虽然没什么积蓄 但是东奎叔已经说了 过几天忙完秋收 就带他进城去找木匠师傅 还说就凭老三的手艺 去了都不用做学徒 直接就能上手干活 到时候就能赚到钱了 能 我跟二哥一起进城找活干 我俩还能相互照应一下 古大夫也不是没见过 抢着表忠心的人 但那基本都是在富贵人家 老人有钱有权的情况下 这样的人家 一看就是家风筝 婆婆平时肯定也对媳妇不薄 想到这里 古大夫打量了一下一旁的叶老四 我看你家老四是还没娶亲吗 你们大老染从关外过来 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也不好找 若是幸的过我 不如我帮你们牵个红线 叶老四当时被这话闹了个脸红脖子粗 一时间竟连说自己已经成亲的勇气都没有 老四刚成亲没多久 他媳妇如今有孕在身 我就没叫他过来 原来如此 是古某唐突了 古大夫既然过来一趟 不如也去给老四媳妇整整慢 劳烦您帮忙看看 用不用给抓点保胎药什么的吃一吃 对啊 古大夫 我媳妇这两天正说肚子有点不舒服呢 您快去给他看看 他肚子不舒服 咋没听你说过呢 老四 这可不是小事 你这孩子 咋不滋生呢 今天要不是娘提起来 你还瞒着呢 不是 他不是那种不舒服 就是 就是什么呀 你倒是说呀 你这孩子 你是要急死我呀 他就是有点拉不出来 所以肚子有点胀 女人怀孕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是小事 你媳妇这本来就是第一胎 如今还不到三个月 正是不太稳当的时候 万万不能掉以轻心 你大嫂说得对 你先过去让你媳妇收拾一下 我稍后过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中场休息 各位看官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请为影片点赞和订阅频道 你的支持是博主更新的动力 博主支持评论区催促更新与剧情讨论 同时考虑根据大家的反应来决定 是否继续更新后续聚集 只要有催更的呼声 就会更新后续 刘寡夫这几天一直关注着老爷家的情况 却也没见有什么不对劲 不过很快他就没心思了 因为村里终于要开始忙着秋收了 村长要提前抢收吗 不能再往后拖一拖吗 村长现在正是庄稼灌奖的时候 一天一个样 提前一天损失都不小呢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 可这是青天见夜观天象看出来的 你们谁若是不信 那就等着秋分再收 到时候万一赶上阴雨天 粮食都烂在地里 你们不要来找我哭就行 官柴交代的话 我都跟你们说了 至于什么时候收 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刘寡夫回家把抢收这事一说 我还没好利涂呢 我可干不动 以前每年秋收 都是大凤带几个撞小伙子回来帮忙 今年到现在也没个消息 不知道还会不会安排 说不定他根本不知道要提前抢收面 林安 要不咱俩明天进城一趟 去看看大凤 现在旅也没了 车也没了 想去京城可就没那么轻松了 不过大凤回去之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行 明天你陪我去趟京城 主要是大凤这么长时间没消息 我还怪惦记他的 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刘寡夫还是觉得心里头不太踏实 爷 你就放心嘛 咱们只要盯着叶娟儿家就行 他家也就刘全一个壮老利 今年就看他家什么时候开始收 咱们跟着就是了 还是你聪明 郑宝 你没事就去叶娟儿家地里看看 如果他家开始收庄家了 你就赶紧回家告诉大人一声 记住没 啊 我还要玩呢 奶奶和你爹明天进城去看姑姑 你姑姑肯定会给你带好东西的 奶奶 放心吧 我肯定好好盯着 第二天 二人直奔秦府后面一个脚门 以前来的几次 门子都十分热情 可今天走出来的是个没见过的门子 你俩找谁啊 找杨兴阳管事 或是杨兴家的也行 杨兴家的就是王大凤 我是他娘 你就说我跟他大哥进城来看看他 他们不在府里了 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来找了 什么叫不在府里了 如今严炒快要秋收了 所以杨管事和他媳妇被调到庄子上盯着秋收去了 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 不对啊 秋收能花多少时间啊 怎么能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呢 你可知道秦家一共有多少田产 再说你们是乡下人 该知道秋收可不仅仅是收割那几天忙 之后的晾晒 脱离 入仓 若是赶上丰年 得一直忙到年前都忙不完呢 赶紧走吧 大龙 你说刚才那门子的话是啥意思 姑爷和大凤这到底是受重用了还是受法了 哎呀 这还用问吗 秋收是多重要的事 秦府能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姐夫去管呢 可不就是重用吗 哎呦 还是你脑子赚得快 行吧 让他们去忙吧 实在不行 咱自己花钱雇人来帮忙 秋收也就忙那么几天 其他的事咱们自己慢慢做就是了 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 爹 只要不用自己干活 甭管雇人还是花钱 我都没有任何意见 第二天早晨刚起来 就见王正宝飞太子从外头跑回来 哎呦 小祖宗 慢慢走 跑什么 万一呛着凉风 到时候该肚子疼了 乃 叶君儿家开 开始收庄稼了 行 我知道了 这还值得你跑成这样 乃 老叶家的人都在地里帮他家一起秋收 干得可快了 啥 叶老太太都病得不行了 他们居然还有闲心来帮叶君儿家秋收 没事 不怕 我这就去雇人 我就要不信超不过他们几个人 叶君儿惦记着赏午饭的事 毕竟现在是叶家帮忙 午饭自然要张了好的 正碰上垂头丧气往回走的刘寡妇 大家都在忙着自家的秋收 就算他肯出工钱 也没人有空去帮别人家秋收 叶君儿怎么这么早就从地里回家了 难不成是地里的庄稼都收完了 你俩这是地里的活儿办完了 我刚从地里回来 准备回家做饭 至于别人 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我刚从城里回来 你胆子可真大 还敢自己进城 你不知道如今正在闹匪患吗 听说京中已经派人来剿匪了 但是现在还没抓到呢 杀 有寡妇被他们这话一提醒 为离止不住的翻腿 弯腰就吐了一地 我刚从城里回来